在香港深水部压寮街街头,有一家老字号蛇肉店,蛇汪鞋 这间传统店铺饲养了很多蛇,放在透明笼子里,已成为深水部的风景线 店里卖的蛇肉都是新鲜即杀的,要说到特色菜,就得提到胶岩蛇鹿 简而言之就是炸切断的蛇骨,特别受顾客欢迎 店主周博乔表示,胶岩蛇鹿并不是他发明,它是改良的做法 他表示,小蛇的排骨上肉很少,炸出来后人们很难吃到肉 为了让蛇骨吃起来,含肉量更厚更多,便选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大型水泡蛇 其他地方没有这种蛇,进货困难,但周身却一直坚持用水泡蛇入菜 菜的做法倒不复杂,将蛇去皮后露出肉,再从中间剖开蛇骨 将圆周形蛇骨切成两半后再切断,拿五香粉、九盐腌制 腌制完成拿去炸,炸完后就放入豆瓣酱和蒜蓉、辣椒、酱油等调料后就可以食用了 现在我们用这种,这种是水泡蛇,肉质比较乱和厚 如果用水栗蛇炸,纤维会比较硬,而这种会比较乱滑 许多食客表示,这菜有别于香港市面上的文蛇男,是像连蛊带肉的斩箭蛇骨 油泡后再用酱汁腌制,虽然很像炸猪肉排的感觉 但是更清甜,不油腻,送酒一流 香口,香口,脆,香口一点,比较送酒好一点 蛇排骨比较鲜甜一点 吃上好像有点补生的感觉 所以比较好的排骨,猪排骨是一般的东西嘛 这个蛇排骨就很难找到 它的肉比较有硬镜 它的味道也比外面也比较好,鲜甜一点 味道比较好,保全的 有很多户口过来吃 周伯乔谈到他开蛇汪鞋属于继承副业 店铺已有几十年历史 以前是他父亲和许多人一起餐股开设 后来只称父亲开店 以前命名是齐心协力的意思 如今他经常研发新菜给客人吃 只要客人开心,他就满足了 后来因为这行业没有钱赚人有多 我很多都退了股 只剩下我爸爸一个 爸爸一个之后,我仍然都用回蛇王蝎 今天的蛇王蝎就是我们三个 我姐姐,我和我们一个弟弟 三个人 我都要用心用力的